在两性交往中 女人愿意不愿意和你暧昧 并且进一步地发展关系 其实是有迹可循的 如果女人对你有好感的话 自然会有很多特殊的举动 让你能够顺利地和她产生一些暧昧 可是 如果女人对你没有好感的话 或许你连靠近的机会都没有 这就是差距 另外 女人究竟喜不喜欢你 她对你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愿意和你来往 表现出来的态度是热情 而且积极的 可是 如果她不想 那么对你的态度 自然就是冷漠的 通常来讲呢 在两个人的交往当中 女人默许了你两个动作 一般就是愿意和你暧昧 一 默许你牵她的手 女人是否愿意和你交往 关键在于 她是否默许你牵起她的手 在此之前 你们的关系并没有得到确定 只是玩得比较好的异性朋友 这就说明 女人不讨厌你了 至于能不能更进一步 那就要看她愿不愿意让你牵手了 男人要清楚 女人可不会随意地和郁欣来往得太平凡 如果你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并且也想和对方更进一步的话 牵手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这时候 只要你大胆地去牵她的手 就完事了 看看女人究竟是什么反应 自然就清楚了她的心思 朋友小王正在追求一个女人 平时两个人经常在一起玩 但是并没有确定恋爱的关系 她也一直非常的苦恼 有一次 她出门之前 朋友鼓励她 一定要尝试和对方牵手 如果默许了 就是想和你谈恋爱 若是拒绝了 可能啊 只是把你当成朋友了 后来 小王回来以后 特别感谢朋友 并说自己牵手成功了 而且 女方一直在等她主动 要是今天再不主动 可能就不和她来往了 由此可见 一个女人默许和你牵手 其实就是深爱你的表现 愿意和你进一步地 暧昧和发展关系 男人啊 可别不知道主动 二 默许你拥抱她 女人既然是喜欢你的 并且想和你有进一步的发展 对于你的大尺度举动 她肯定是不会反对的 比如说 两个人之间的拥抱 爱你的女人 肯定不会把你推开 而是选择紧紧地和你贴在一起 男人如果遇到了这样的女人 一定要牢牢地把握机会 她默许你的拥抱 就是说明想和你有暧昧的关系 你若是再大胆一点 或者就能直接亲吻上自己喜欢的女神了 即便是没有主动亲吻 也意味着她是爱你的 完全有机会把她追到手 有个朋友就是一直喜欢一个女生 对方呢也不主动表明自己的态度 搞得罗先生啊一头雾水 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办了 她就询问身边的朋友 究竟应该怎么样测试 女生爱不爱自己呢 其中一个朋友就说 你直接拥抱她 看看女生的反应 默许你的拥抱 就是喜欢你 果不其然 当天见面没了几句 便拥抱了对方 女人并没有挣扎地推开她 而是乖乖地让她抱着 之后 两个人便确定了恋爱的关系 所以 女人是不习惯主动的 男人若是主动一点 去拥抱女生 她也没有把你推开的情况下 那就是想和你有 这种暧昧的关系了 已经认定你了 总而言之 当一个女人默许了你的 这两个暧昧的举动 说白了 就是想和你有暧昧的关系 男人 一定要鼓起勇气 牢牢地把握住机会 只要你是足够真心地 去爱对方 并且 女人也默许了你的举动 两个人就一定会有一份美好的未来 她也必定会追随你 一辈子的时间 好的爱情 始于最初的心动 但忠于彼此之间的忠诚 理解和深爱 遇到了喜欢的人 一定要大胆地去追求 当她给了你机会之后 也要牢牢地把握住 切莫辜负了对方的一片深情 别错失了一段良缘 在不同的年龄段 人们的情感就会有不同的需求 对于女人来说 40岁是人生的一道分水岭 思想呢 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如果透过本质去分析 她们只会越过越简单 想要得到这种女人的青睐 男人首先得搞懂她们的真正需求 所谓的追求 不过是一个展现自己 互相了解的过程 在没有感情基础的情况下 用对了方法往往事半功倍 当然了 方法不是伪装和欺骗 而是以真诚为基础的对症下药 见缝插针 有效地表现自己 那么 一个40多岁的女人 到底应该怎样追求呢 如何追求40多岁的单身女人 其实 到了这个年龄 需求就很简单了 第一 先从视觉上满足女人 什么叫从视觉上满足女人 调整自身 给女人营造一种舒适感 大家都是俗人 所以不可能那么高尚 透过一个人的外在 直接去欣赏她的灵魂 想要让一个人了解你 唯有先让她产生了解你的欲望 试想 你会想要去了解一个 看起来拉里拉遢 不修边幅的女人吗 所以说 你得先在外表上下功夫 不需要是用多么昂贵的衣服来包装自己 但是 一定得搭配鞋条 干净 整齐 尤其是鞋子 更是代表了一个人的品味 第二 让女人主动欣赏你 能让一个中年女人动心的 起码来说是成熟稳重的类型 太幼稚了可不行 你要考虑到她的年龄 不是二十多岁的小丫头 被你的几句甜言蜜语哄得团团转 可以试着幽默一点 让人感觉你很有趣 从而喜欢与你相处接触 不能表现得叼耳郎当的 一个男人的内在是吸引女人的关键 成熟稳重有担当 幽默风趣有风度 乐观开朗有智慧 刚在一起的时候 不要着急将自己托盘而出 稍微地给自己保留一点神秘感 让她对你产生好奇 然后呢 她就会特别地想要了解你 情不自禁地朝你靠近 第三 尽量实在一点 别玩套路 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 必然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 思想也足够成熟 所以 到了这个年龄 真正需求的东西是很简单的 却是最珍贵的 那就是真心 这个年龄段的女人会很务实 只要一个真心待她 而且靠得住的男人 多一点真诚 少一点套路 她不会不清楚你的那些小伎俩 所以 这种情况下 男人最容易弄巧成拙 偷鸡不成十把米 尽量简单一点 你是不是真心的 她很容易就能发现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只要你能坚持用心去暖化她 迟早有一天 能够真正地将她感动 毕竟到了这个年龄 之所以单身 大多都是感情受到了伤害 最想要的 就是安稳和踏实的生活 第四 适当转移自己的经历 年轻人比较冲动 只管跟着自己的喜好和感受 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 但是 到了这个年龄 已经过了冲动的年纪 周边人的建议 尤其是她至亲的建议 往往有着特别的分量 所以 追求她的时候 也要适当地分散出精力 去得到她身边人的认可 尤其是离过婚的女人 会对爱情很失望 甚至 都不敢再相信爱情 但是 会特别地相信亲情 认为只有亲情 才不会背叛自己 试着从她的孩子身上下功夫 有时候 她孩子的一句话 胜过你千言万语 只要能够得到她身边人的认可 基本上 你已经成功一半了 更或者 出于对孩子的愧疚 会答应 试着与你相处看看 只要你用心 打动它 是迟早的事 第五 培养共同的兴趣爱好 都说万事开头难 尤其是感情的事情 只需要一个契机 来打破你们之间的尴尬 强行了解 强行沟通 其道的效果 微乎其微 所以 不妨试着去培养一个共同的兴趣爱好 只要两个人在一起 有话题聊 就不怕有尴尬 最最重要的是 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要试着去支持她 尊重她 理解她 比如说 她想要去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 你就不能因为 那件事情不是你喜欢的 从而阻拦 要无条件地支持她 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最容易感动一个女人了 一般来说呢 一个女人 如果是想要跟你在一起 并不是吐你的饭吃 涂你的水喝 她完全可以自力更生 缺少的 不过就是一个支持者罢了 所以呢 你要知道 她想要的是什么 又喜欢什么 想要追求一个中年女人 男人 不妨试着用以上的五种方法 四十多岁的女人 真的会看重真诚 哪怕你各方面的条件 都很优秀 随着年龄的增长 已经把人生都看透了 也知道自己 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面对一个偏理性的女人 一定不要玩一些 花里胡哨的把戏 说白了 到了这个年龄的女人 需要的东西 确实很简单 可是 往往简单的东西 也是最宝贵的 一个知冷知热的陪伴 只有等到女人 感受到了你的真诚 才会把信任交付给你 当你发现 这个女人 的确就是你想要 携手终身的那个人 千万不要嫌麻烦 也不要觉得 如果对方是真的爱你 不管你什么样 他们都不会离开 这样的毒鸡汤 如果看得多了 只会让你错失 真正适合你的人 没有谁的本来面目 是完美的 也不可能 会让所有的人都喜欢 而爱情 有的时候就在于 你愿意将自己变成 能够和对方 契合的那个人 不用从本质上改变 但是 也要有这样改变的态度 生活不易 爱情不易 我们能做的 就只有是 珍惜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